让他们拍位 历史以来 这个欧美国家对咱们开话开来少吗 如果咱们不强硬一点 我告诉你们 咱们如果不这么强硬的话 他们早就让咱们因为新冠 让中国赔钱了 就跟以前哥迪赔款一样 我们必须要强硬 必须要站起来 必须要为自己说话 为他们考虑什么呀 没有 其实大家讨论的 我觉得其实更为中国考虑是对的 比如说这个新冠赔款的事 我觉得这种事情 也不能和原来的什么各地赔款比 原来那个通过战争手段去强迫你 因为你打输了被打趴下了 然后人家让你去各地赔款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真的要有涉及到这个赔款的话 从执行层面上根本就没法执行 这怎么给呢 而且从政府方面索赔也没这个先例 你可以从民间索赔 民间诉讼 这完全有可能 但是具体能不能赢 能不能判你赔 这种东西就是很不确定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说 而且我会觉得说 你说赔款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敲言地步 说支出防疫 像这样子之类的 就是只要你有办法 做到这种转变 就是做到这种转变来讲的话 那其实就会 相对来说是会变得更有优势 不会这样子 就是 例如说你刚刚说的防疫 就是因为防疫而造成浪土 所以叫大家去赔 那其实他也可以把它操作成 就是说 我来支出防疫 只要在那个政府的里面 有办法去做到的话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在中国 中国 这种 这种国际竞争 国际竞争 我靠题 主要是说 在这种国际竞争底下 中国的品牌呢 是不是很快就能达到那种 叫国际大厂 国际品牌那种标准 会不会很快就能取代 外国人有商标 不可能的 这个整个是个产业链的关系 没有 这个需要时间的 不可能快速去取代 这跟产业链没关系 就说品牌认知度 品牌认知度 我觉得跟产业链是有关系的 你从上下游到马子顶 整块 它都是有一个什么国际市场导致 没有 这个品牌价值和 和你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没有任何关系 对呀 你的品牌在哪儿生产 在哪儿做都是一样的 它就像牌子卖 比如苹果 在印度组装和在中国组装 都无所谓 它就是苹果 具体它真的 卢旺达组装也是一样的 有意义吗 没意义啊 如果质量是 就是苹果的质量 无所谓 它在哪儿装的 跟产业量没有关系 我的问题是说 品牌认知度 像大家认为 在这种品牌认知度 会不会 在短期内 达到一种国际的高度 根本不会 我的判断是根本不会 原因呢 原因是 这个品牌 这个知名度建立 它是要一定的积累 而且 它是一个很复杂 包括文化 还有你的品质 还有你的理念 还有产品设计 这是个综合考虑的东西 而且 好多国际品牌 它也不是一下就被大家认识了 它也是经过多少年的 这个销售和推广 然后慢慢积淀下来 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一朝一夕 今天做出来 明天你就 能成国际品牌 好的 我大概理解 你理解 你的观点 就是说 你为什么认为 在国内的品牌 跟国内的品牌 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我来回答 他刚刚讲的 那个东西的话 叫做品牌的价值 那品牌价值来讲的话 说 像他刚刚所说的 其实比较跟历史 我会觉得说 跟那个时间 走有关系 因为毕竟其他的 品牌的时间 就拉得比较长 而且也在 那其实中国大陆镇的品牌 其实我会觉得说 表不起的话 都是在 它是需要时间 我会说比较稳 就是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那个价值 价值所在 价值所在 然后 他的价值能不能得 让他会有一个什么 不知道什么来说的 嗯 电线吗 好像也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能不能让 更多人去感受到 他的价值 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嗯 我就听 我的思考一下 嗯 好 我这样讲 好了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 品牌 品牌并不是说 特别是说 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就是 当你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第一个是 你一定要感觉到 就是说 你在买这个东西 你有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觉得他有 那个价值所在 所以你才会买 那像你刚刚 像我们刚刚说 像我们刚刚说 以服势来讲的话 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呃 原本是 他可以穿的价值 那 后来 他演变 就是说 可能说 女性大眼 或者是说 成为一种 身份的 很象征 或者是什么 之类的 所以 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这会变成 他的价值所在 那其实 呃 除了可以穿 或者是这样子 除了他功能上的价值 以外 就是我们要 他其实想要创造的是 呃 其他额外的 比如说 身份的象征 或者是 流行 流行情绪 或者是 跟着上流行之类的 像这样子 那个是 要慢慢 这样子 可以吗 就是 嗯 我还好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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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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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那个 我可以说一下 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为什么 国内品牌 跟国外品牌 有差距 就咱们拿安踏和 耐克来举例子 我觉得他 其实一个 一个客户群体 对品牌的认可度 可以从这个品牌 从他的历史 到他的整个产品的 一个整体质量 一个就是 大家对他的一个预期 然后外加上 最后 刚才那个哥们提到的 这个产品的附加价值 也就是说社交货币 这三点来看 其实历史 就是一个积淀 这个安踏首先是没有的 耐克是一个 很早就有 并且呢 第二点 这个他的一个品牌的质量 保证 其实耐克在他 做产品的过程当中 他会 他给客户一个 很好的一个持续性的 产品的质量的一个 预期 那安踏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打出过门的话 他这个东西是 稍差一点的 因为他产品 这辆参差不齐 然后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社交货币 其实耐克 你看耐克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耐克所有门店的海报 然后所有那个执行店的海报 他做的都是非常的一个一贯的一个风格 但是安踏这个就做不到 因为他在公司整个战略 战略的设计和执行上 他就没有考虑到 这个一个严格的 一个品牌的一个一致性 就是一个严格的 一个品牌形象输出 这个就没有考虑到 这个是很多国产品牌欠缺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国产品牌 哪些做的好 比如说小米 在有的时候做的就很好 大疆 其实他做的就更好了 我觉得大疆是一个 完全可以与苹果匹敌的一个 就是从产品形象输出上来讲 那社交货币再有一点就是 他这个公司有没有足够的财力 和足够的这个产品的一个 底层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能力 去支撑他再往上做 比如说去找一些顶级的明星 去跟他们保定签约 比如说这个阿迪找坎爷 阿迪找那个坎爷 然后这个耐克找很多篮球明星 对吧 那安踏其实也可以找 但是他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 和他品牌的一个就是 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品牌的广度 并不能让他支撑去找更多的明星 更好的一个代言绑定 然后能提供更多的社交货币 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循环 他还没有进入到 这种好的正循环里面 所以说这个要走的路还很长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 中国和外国的问题 这是一个品牌运营的问题 我们只能说这个品牌 他的公司的创始人 他的公司的这个管理层 还没有能力去把这些东西 做得跟国外公司一样好 但是中国有没有公司 已经做到一样好的呢 那肯定有 比如说大疆对吧 大疆做得就很好 华为其实他有的机型 有的产品线做得也很好 那么服装品牌 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就是大家就是去 要去多看不同的case 因为这个其实跟 整个公司的管理是有关系的 我想说一下我对这个人一起的看法 当然有没有留意这个集团就是 就是安卡本身是一个蛮成熟化的集团 他因为已经买下了很多公司 还有上个冷水平台 我个人是 我现在的实验家 我是管服装品牌的 然后我安卡也好 国际的全面品牌都是我的客户 其实他们目前来说 就是像安卡来说 大家可能理解是他本身 有个品牌叫安卡 但是他已经买下了 比方说费了他在十年前已经买下来 然后他现在也是经理得很好 现在一年消购也超过两百亿 然后他们怎么定位 就是跟安卡本身的 他本身的集团的品牌 一种参与化的 费了本身他都 本身是个意大利牌子 就是定位就是一个 中高端一点的体育品牌 所以他这一块的操作 其实在中国这边的发展是不错的 已经消购一直在等长 然后他的 他一直在开始在海外做过 其实所以安卡本身这个集团 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走过计划 因为他本身在服装领域 在中国来说是完全是老大 然后打很多企业打很多 所以他其实要走过计划是很有潜力的 如果大家有看最近的新闻的话 他在一年前已经买下了 加拿大的一个中高端的 一个服装的服装的服装品牌公司 那个整个操作是几百个公司 那里面他已经把 其实国际大部分的很多的一些品牌 它也很高端的那些部分都买下来 所以其实他手楼上的牌子很多 只是说可能大家只针对摊台本身 所以所以本身这个企业的观点 他们一直都看到 很多手品牌的制度度 还有主牌的那个使用的过程 所以他们一开始在操作整个品牌运动的时候 已经是从一个品牌组合的整合去看了 他是从高端到中端到价格就是都会分开了一个拆划 然后他也很明显 前期的要培养这个品牌不容易 所以他还是现在这些几年 包括这些时间开始就是以收购 合并整合的车去做的 所以其实现在他们的 他们很深的团队 包括他们很深的牌子 已经有很多是国际化的牌子 问题对他们来说 是怎么把这个品牌 怎么去整合 还有把它整定在一起 那你看到开始 他们在一些本件里面 开始有一些crossover 比如说你在Filla的牌子里面 它也是他们其他的品牌 那你看到他把Wilson 那个网球的牌子 已经放在一些系列里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个牌子也是 他在加拿大的收购公司里面买下来 所以他们也把这些品牌 看看会不会可以 一个合作系列的整合 所以从他们的整个 企业规划角度来说 是整个他们体育品牌 从低端中端到高端 它其实全都有 问题它是怎么把这个渠道 还有整个东西再扩充起来 那它本身因为超多团队 在基因比较长大 是在中国这边运行 所以他们现在做的都是在 买下了很多国际品牌以后 看看怎么在中国这边再做的更大 等于加拿大这个上年 就是前两年买的这个 加拿大这个网子 他们有二十几家补牌 都有一些体育品牌 有一些健康的品牌 还有做这种GIM的 这机器的补牌都有 他会准备就是把这些布局 整个在中国这边做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 现在就是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急需性的去看收购的机会 就是把这些品牌 去整合去发展 不是同时 这不是就是说 只是一个本身 它安排的 本身一开始出道的 这些做为中心的 如果大家留意 比方说他现在的销售 反正比达这边的销售 是真的最快的 他现在的销售 也已经还有毛利 他的实力就是 比他本身的一个 培养的这个安排还有高 所以其实看到 他本身策略 从徐静年开始 他看到就是大家 还是看好国际品牌的知名度 所以他是从这个 永续去告状 但是你要看到 其实他们 整个品牌运力也好 操作也好 其实其实对于经营 有很多计划 包括他销售的团队 都是一些国际化的团队 他不是 他的宣誓也好 很多都是一些 韩国的团队过来的 他们都把品牌运 请很多韩国的民心 把他们一些中高端的 品牌把它打造起来 所以现在其实 我还是觉得 他们的机会很大 然后其实他已经 买下了一些国际品牌 本身已经有全售化的网络 所以他们再下一步去 再把一些品牌 在国际化的时候 他们会更容易去做 但是我看他可能 策略会分成不同的一点 也就是沃尔税先 本身已经国际化品牌 他会跟中国 那本身像菲兰 它也是个意大利品牌 但是在中国也会做得很大 它会 它会 其实把这个品牌 从亚洲开始去扩充 然后上一次在 在欧美特别在炸块 你看到他现在也其实 陆续是在近年开始 已经在海外开了很多的金融店铺 就是看到他整个发展的意义当中 他的车车开始就是走 从海外这一块 那这个也跟他上一年 这两年已经买下来 几家很大的那个 那个大大那家公司 有关系 因为他们是同的团队 里面的东西 已经给他很多好人 跟新的出道器人在海外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其实他们要把它越做越大 其实很有机会的 其实我们现在 像安他还有李林这些集团 已经是一个很有代表性 他已经有绝对实力 属于跟很多海外的公司竞争 但你无论 说到迈克 他们是整个服装的轮头 而且这么多 这么多轮头的手 他可能就还会有一个距离 但你像我对比整个服装车来说 他们已经可以 已经进去投100家企业里面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已经有 很多的一些 我觉得一个机会去发展 所以大家可能在品牌运营里面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做法都是 他们把中国做大了之后 就买下了很多海外的品牌 那这样子就马上 能够有海外品牌的那些支援 同时就把它继续合成 谢谢 我说一下 我好像不太同意您这个观点 他们的做法是对的 走国际化的条路 而且就买更多的国际品牌 用原来人家品牌的基础 然后相当于你自己运营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我的判断 因为现在国内这样的政治 就是国内这样的环境 而且要求你企业 做那个政治立场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生你所买的国际子品牌 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要选择这个 类似就是 例如这个棉花的问题 或者是用什么新疆 额毛的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你是怎么站队 你如果切割的话 国外你不care 你说你支持那个 就支持反对新疆棉花 但是国内品牌 你无所谓 你安踏 走你安踏的 然后安踏我退出 那个BCI也可以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会有个问题 如果有人挖出来他 就是所谓的 就是里外三刀的话 这样的情况下 对他的品牌 至少在国内人面前 也是一种打击吧 这种情况下他也很难做 我觉得只要是 中国这个政治立场的背景不变 他走国际化也是 存在一定问题 而且有很大的风险 我是这样理解的 谢谢 这个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无所谓您说 这个听大家讨论半天 就我补充几个 其他的观察的方向 这个Eagle说的 我是比较认同的 就是安踏在推出BCI的时候 怎么说呢 就是回到中国企业 就是说 怎么说 这样骑墙一样 就比较鸡贼 其实在BCI这个组织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就是我提供一些观察点 有2100家会员 有495家是中国会员 495家中间 有5家是零售商 零售商就是品牌方 有495家中间有5家 这5家中间有3家是安踏 一家就是安踏 还有一家就是菲勒收购的 还有一家就是阿尔蒙 芬兰的就是旗下有十足鸟的 收购的 然后这三家中间 安踏宣布退出 剩下两家没宣布 那其实就是都是安踏的 就回到Eagle说了 安踏留了一手 我国外品牌不退出 国内品牌退出 所以这点就是 一个观察点 另外呢 这5家中间还有两个品牌 大家可能都没有提 没有人提 一家是苏州利盈房 母公司在台湾 就是生产儿童用品 这个很多国内 带小孩都会买利盈房的 然后他们 苏州是工厂嘛 是在属于供应链这个方向的 然后品牌运营是上海利盈房 然后另外第5家呢 是挺有意思的一家公司 叫北京风潮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公司 它也在这个BCI组织里 那它为什么会在BCI组织里呢 后来我看了一下网站 因为它在新疆呢 用无人机撒农药 它撒谁的农药呢 撒的是拜尔制药的农药 所以拜尔也在这个BCI组织里 德国拜尔 那拜尔就是提供农药的 那如果接下来 如果拜尔也站队 他说我不再为新疆 你还会提供农药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抛开零售品牌不谈 495家中间还有政府机构 比如山东棉花研究所 那现在山东棉花研究所 还没有说它要退出BCI 那剩下的490家 还有大量的广东 江苏浙江 包括产棉大省的供应链企业 这些供应链企业 目前没有一个敢出来说话 那他们可能在想的就是 等这个风声过去 那大家就太平如是了 所以我们看到BCI组织中间 其实中国人还比较会做生意的 有25%的会员是来自中国 所以整个这个产业链 中国是贡献是非常大的 但是一碰到这个 属于这个叫什么 要谈到价值观 第二点是一个价值观的观察 那就出问题了 那么回到品牌 中国的品牌和国外的品牌 包括刚才说的耐克 的确核心不在运营 核心也不在产品质量 核心 我的观点是在价值观 抛开政治观点不谈 就是它会提供一个普世价值 像耐克 可口可乐 麦当劳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 它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 提供了一个普世价值 所以呢 会有人追随它 那追随它 它重点又不在运动员 也不在网红 也不在明星 不在娱乐 而在于普通大众的意识形态 其实这就是价值观 就是普通人民 会追随它的价值观 跟明星没有什么关系 明星只是一个 有号召力的这么一个 就是能够体现价值观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这是一个观察 另外一个就是说又说到BCI 说到新疆 其实新疆的强迫劳动 像耐克也发出这个声明 强迫劳动其实只是一个争议的点 其实我的分析呢 它更争议的点 并不再强迫劳动 从BCI这个声明来看呢 BCI这个组织2065年成立 它的目标是 使得整个棉花的产业链 更加的公平 更加的市场化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经过十几年运作 它现在的会员占全球棉花产量 22% 其实比例 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了 那么为什么新疆就成了一个焦点 其实很多的 我认为很多的评论 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 因为新疆是两条线走的 像二爷刚才提到 新疆政府要开发布会 但其实新疆政府开发布会 说服力是不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疆的棉花是由生产建设兵团 是由军方来做的 那么从BCI这个组织来看呢 新疆的棉花 包括我们现在提供的很多视频 棉花丰收啊 机械化 我们都会看到这是兵团 某某某某兵团的棉花产地 那从BCI这个组织来看 他说你的棉花产地来自于一个军方生产基地 那它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供应链 那么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供应链 那么很多企业就说 那我就没有办法来采用你的棉花 来作为自由市场的产品 那么你的棉花当然是还可以用 因为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棉花 这个叫什么纺织用品 它是不关心自由市场的 你还是可以用 质量也不错 所以如果我们不解决产区 它的自由市场问题 那BCI这样的组织 抛开BCI 如果BCI不在 还是会有什么BCI乱七八糟的出来 他说你这个不是自由市场的 所以不是自由市场 你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那你就不能在一个正常的流通市场 去做流通 因为这样对别的农户 或者这个企业就造成了不公平 其实我认为核心还是在这 所以新疆产区 整个的产区是由建设兵团来为主导 做的 这个是一个焦点 但是我觉得很难改变 所以我就说这么多 我想问一下 那个建设兵团是军队吗 好像 这个从王震带兵过去 他就是军方编制 我怎么印象中就是 过去的时候是军队 然后到了那里 他就变成了 对 那其实他是军队吗 就是新疆就两个县 就是你看到所有的省 报省的时候 比如说安徽省 这个江苏省 但报新疆 他一定报两个 一个是新疆政府 一个是建设兵团 以前春晚的时候 报这个贺电 都报两家 他还是军方编制 他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他应该叫个名字 比如说第几师 但是他编制上 是按军方的去走 但是他和中央军有关系吗 然后他的那些人员 实际上就是个产业工人 完全没有军方的背景 他不用打仗 这个要去研究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家 这要去研究 就是这个土地归谁所有 它是不是一个企业形式 你比如说他不会提河南 棉花产区其实还有其他的 他就只提到这个产区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意点 但我没有去查 就那么多资料 但是从我们从小 长大这个感觉来说 兵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它一定不是市场化的一个产物 他在当地有特权吗 新疆建设兵团在当地的新疆 那个地方有特权吗 他应该在他的领地上 比较有特权 就是他在一个非典的法律 就是这跟你军事法庭一样 士兵如果违纪了 他上军事法庭 他不会走民间诉讼 兵团的应该也是走这个流程 他不会走到新疆市政府 新疆省政府的诉讼 那就是军队吗 对就比如说你 你这个跟他们有贸易纠纷 比如说你跟兵团的棉花产地 有这个商业纠纷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这个官司肯定 我觉得新疆省法院 新疆自治区法院处理不了 我理解是这样 就是他新疆建设兵团的编制上 参照那个军队的编制去走 但是实际上 他是不是军队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军事利益 而且他完全是一种产业化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企业 比如说他叫个生产建设兵团 实际上他是一个巨型 托巴斯的一个企业 而且他包括农工商什么矿 还有包括什么油钱 他很复杂 就相当大 他在新疆的建制 相当于一个省级建制 你想一个省的规模 他跟新疆是平级的 而且他有自己的一块地方 比如说在什么石核子 所有的判断 石核子是他 说的对 BCI就很难判断 就BCI这样的屌丝 我说了BCI这样的屌丝 海外民间组队 他怎么判断 他判断不了 我会这样想说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所谓的兵工厂 那兵工厂是不是属于军方 这个也在上市 因为毕竟兵工厂 他可能就是除了说 他为了要运营军方的资金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他到底他能不能属于 可是问题是 人家就会往那一方面想说 他是隶属于军队的 我理解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不可能隶属于军队 因为他是个省级的单位 而且新疆 他有新疆当地的新疆军区 是完全和兵团是没有关系的 就从军事角度考虑 实际上他 这应该和他的由来有关系吧 因为他是当年王震进江的第一兵团 然后就地转业 也就是就地安置 直接就从部队变成了工人 而且他整个第一兵团就成了新疆 他原来叫打仗的兵团 现在叫生产建设兵团 他不打仗 叫生产建设 实际上他就是所有的人 完全转化成一种产业工人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他可能有军工在里面 军工可能跟那个部队有关系 但是他实际上和部队从建制上 从编制上是没有任何关系 他就是一个地方 一个省级的一个企业 就是包括政企结合的一个单位吧 而且我不知道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 是不是和他新疆自区主席是交叉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具体顶层是怎么回事 这个维基百科上谈一下 维基百科刚刚写得很清楚 他就是司令人编制 他还是军况编制 对 他是称呼是这样的 我稍微 echo一下 刚刚说了另外一个中国品牌的七强做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说安踏有安踏中国和安踏国际 未来他的操作肯定是要切割的 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群里 之前昨天的时候有人讨论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耐克如果需要规避中国的风险 他会不会做成耐克中国来执行新疆民的这个政策 和耐克国际不执行 那么最后的结论肯定是耐克是不会采用这种方法的 他肯定全球采用统一的战略 但安踏呢就会将来 未来可能会由于国际化的背景 因此他需要切割安踏中国和安踏国际 但是这招呢可能就说七强的做法的时候呢 可能老外有时候不认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舍弃安踏品牌 安踏会在国际上建立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类似于抖音的操作 这个是一点小的观察 对 认不认总是会有人认 像苹果一样 苹果也是奇强嘛 所以苹果大家都在讽刺它们 都不要装逼 苹果不是 也是在中国是一方面做法 在美国是另外一方面做法 其他几位朋友可以发表观点 考拉和那个什么 苹果好像一直受到这个指责 说好像是富士康的工人 有这个加班不符合人权 包括有前一阵子 有那个十一连跳舞 有好多自杀的 然后也是在美国那边 掀起了一些风波 他们认为有 就是说反正是有虐待劳工的嫌疑 其实是苹果在之后吧 也做了好多那个什么什么 反正是自我审查之类的 反正也规范那个什么产业链 然后加大什么回收 可再生资源的比例 反正做了好多这种 符合左派意识形态的工作 反正是吧 之前的时候有 我不知道最近这个苹果 有没有受这个课病或者是指责 我估计应该少不了 在美国那个环境下 但是其他的 像这种人权方面的指责 我估计以后应该也不会少 因为新疆这个地方 它并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能独立的进去调查 你以后估计也进不去 新疆都到处的查身证 老实说你要是外国人去 或者是外国记者去 那就外国的调查记者去 其实就更不可能了 然后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 好像是中国政府要求 西方不是说 然后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媒体 他的驻华记者要吊销他们的记者证 简单来说 以前是他们采访地点受限制 比如说不能去新疆 但现在有可能他们连中国都不能来 他们记者证都没了 所以说以后这个透明度有可能会更低 因此只要外国是政治正确 或者左派当道的这个情况 因此不可避免的 就和中国这种不透明的体制 是有冲突的 我个人是 其实就是你也如果想知道 中国的官方这个打击风向 你看一下315晚会就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个带风向的一个体制 有可能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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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网上说有段新闻 当年参与策动伊拉克战争的 美国前高官亲口承认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新疆有2000位维吾尔族人 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荡 利用维吾尔族人民不断的刺激北京 这样就无需外力从内部搞垮中国 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的 也挺对的 不是吧 我觉得这个故事编子也挺好 因为它这个也挺符合逻辑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编真的不错 而且我觉得每天在那个语境里 好像就在个童话世界里鬼混 我每天听的都是这种 各种故事 其实这种东西也合心合理 具体它是否真的无所谓 不用在乎它 对 这种东西我觉得 二爷说的这个 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其实你要反向下 就是中国的任何官员 或者中国的任何军方的人 就说我们就是要攻占美国 达到美帝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几十年了 对吧 那如果美国人民听到这个 他也会想 这个make sense 说的有道理 我那天确实看到了那个 NED Grand Search 那个网站上 有很多关于 是香港战中啊 那些 搞捣乱的那些 确实是有钱拿的 他们都有钱 而且还拨款挺多钱的 你知道这个二爷 你知道那个毛主席 当年去上海去开会的时候 那个共产国际 给的经费是一百块钱 当时的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是十几块钱 老实说光路费就顶别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其实是钱也挺多的 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经费 要比现在美国人给的经费多多了 我问一下二爷 随便一表就四千万 您开什么玩笑 比当时共产国际多 这怎么可能 你刚才说那个 就是他们有拿钱 但是你看他们拿的是谁的钱 两方面都有给他们钱的动机啊 他们两方面都可以给他们钱 你知道他们是收谁的钱吗 那二爷认为收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干嘛要给自己国家的人钱 然后让自己国家的人 去参与到别的国家的人的政治 和经济当中去当脚趾棍呢 为什么呀 这你得问苏联人呢 因为是他们拨的钱啊 他们也是从苏联纳税人 那里拿的钱 然后再给出来嘛 你说没有 当时苏联是有个共产国际的一个体系 它的目的就是要输出革命 输出价值观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 一个广泛存在的一个 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东西 中国最早的 共产党成立最早的国家 也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它实际上是挂靠苏维埃的 实际上它实际上就和苏联 有脱不开的关系 这个就是苏联建立一个 这个组织的 还有给你钱的一个目的 而且其他国家也有 苏联支持这个 国际共产主义支持的多 而且中国是共产国际 不知道第几局部了 好像还有好几个局部 应该是第二块 它也有共产国际的一些成员在吧 您误会了 这个NED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去美国政府拨这些钱 导案的 当脚屎棍给 你回信我刚才你回信那个苏联当时给中国钱 这个国家 我知道你说那个基金会 其实这个基金会你说当脚屎棍 对于 对脚的国家 它认为是脚屎棍 它出于 可能考虑 经济历史形态 什么人类 处事价值 从这个考虑它作为一个资助 我觉得 也有可能 也许有中央情报局夹在那边 这边都情有可能 政府可理解的 无所谓 你如果能被它搅乱 说明你就该乱 如果你被它搅乱 那下边它就瞎搅 这种东西都无所谓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东西 我们能不能尝试一下 理解一下那些收钱人的心态呀 他就不希望中国好呀 他就看见 有钱拿为啥不拿呢 这不就是有收钱人心态 对我钱我也要呀 不是 那也得分是什么样的人 反正我就不是那种 别的阿姨给一块糖 我就跟着跑 然后转脸就忘了 那给的钱很多 共产国际当时 哦是啊 哦好 他给栋房子 我就跟着他跑 我转脸就忘了我妈是谁 首先 首先当时的共产党人 有句话其实挺简单 中国的共产党人 认可苏联的那个模式 他们是 共产党就是在 这个苏联共产党 这个支持下成立的 所以就 那这个 他的这个 所向往的一种模式 也是希望 copy苏联的这种 这种革命的模式 十月革命的模式 所以苏联的共产国际 博给中国支付钱 然后他们 思想价值观上 互相认可 然后拿着钱 然后去 传播苏联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种思想 这在当时 看他们自己 拿钱的人 手里看 也是非常 非常认可的 一件事情 这就是这样 二爷他说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某主席 拿钱 忘了吗 先拿了钱 然后就忘了吗 很多人 尤其是在国外 我遇到的人 他本身 他的屁股就是歪的 都说了 可以查一下吗 都是有资金支持的 他们就不希望中国好 可能是当初出国 我之前认识的同学 朋友 现在过得比他们好 也可能是后悔 当初卖掉了 国内城区的房子 我认识太多 想应和和参与到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这个白人经济当中的时候 他们遇到的 却是什么呀 glass ceiling 难道你是要讨论 共产主义的 这个时候 还是讨论 这个西方反华 胜利拿钱的 这个问题 是不是 是讨论 那您觉得 BCLA 为什么要这么开 我支持中国政府 把那个H&M的M 还有耐克阿迪达斯 直接就在贸易上 直接在国家层面 就把它禁掉 我把阿尔言那个 我把阿尔言的话 翻译成这个标题的 这个就是 德国上现在有大量的 这个耐克炒鞋的人 在不断进仓 就是在购入耐克 完了之后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现在目前的大街上 阿迪和耐克的店里 都已经空了 完了之后 现在对面的李宁 全部都是人 在排队 就说这个其实 是一个道理来的 但是还有少数的人 还有跑到耐克 和阿迪那买鞋 我觉得这个国家 一定要出手 然后彻底 从国家层面 就把这些外资企业 全部给禁掉 就支持新疆棉花的 不叫什么 反对用新疆棉花 棉花的企业 都直接在国家的 商务部的层面 就设立一个 这个白名单 让他们禁不了 这个我们的白名单 直接在黑名单上 就把他们全部 都不告诉你了 这些公司的主席 包括H&M这些公司的CEO 什么CFO 然后耐克的 从上到下的所有人 就别让他进中国 来来来 咱们欢迎凯歌 发表的观点 凯歌等了半天了 没关系 那个我这刚醒 那个刚醒 然后那个 反正看着 House的房间 我当然就进来了 没说 我跟二爷 今天早上开的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是是 你们是中国时间早上 我这英国刚醒 你们这房间 是不是已经很长了 很久了 也很久了 大概已经持续了 八个小时了 我去 太牛逼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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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我再稍微洗一会儿 你们先接着聊会儿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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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 耐克和阿迪达斯 基本上这一轮 是没有问题的 他会 顺利过关的 但是还 目前 在市场行为上 还有一些 一些抵制行为 接下来 耐克应该是 就是说他会 H&M这次会 遭受重创 耐克应该是 人民之间的 相互之间 自决抵制 那么 就是说如果一旦 官方出手的话 目前就说 还是 中国政府 还是不会做的 这个从几个观察点 一个德物 不会下线 耐克的所有产品 第二是 中国足协也不会 现在目前还没有 断绝与耐克的赞助关系 那我要吐槽 中国足卿 怎么能这么 没有骨气呢 我觉得应该呼吁 这个习近平先生的 女儿 这个不是 习叫习什么 习名泽好像是 从美国 这种禁止 你别 别瞎说 什么意思 这不是爱国吗 不是 这个人家国 咱们中国都 签人计划了 您还在乎那一位吗 因为有指标意义嘛 它是高级公务员嘛 是您是有KPI是吗 劝一个回去 要涨工资 对对对 我问一下二爷 您在美国是吧 对 大家口中 民主自由的登场 没错 听说那个 就是中国的签人计划 差不多成了 FBI的一个 抓人名单了 是有这个 有这个说法没有 我只知道 反正就是 对国内的学者 就是 各种的标 天人计划 是对美国的学者 天人计划 涉及到都是美国人 但是可能华人多一点 对 我是说华人总体 就是华人总体的科学家 我那天听了一个叫 齐君 他是做 Quantum 什么Machine Learning 那种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博士 然后是北大 而且是清华 然后 我忘了 反正他的履历 就是很长 然后他就是讲了 好多关于这些 最近美国 他现在人也在美国 然后他周围的同学 朋友 都是做学者的 都是科学家 被这种刁难 在工作上 包括回国 在海关 建小黑屋等等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对美国的行为 和对中国 哪方面更好一点 就是 你对美国的行为 怎么评论 我觉得 我觉得用人性 就人的本性来看 就是很简单 您在 您在highway上开车 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我才突然 您开得好好的 突然后面有一辆车 特别快 松呀 一下子就冲着 您开过来了 您不害怕吗 开得特别快 您不害怕吗 对对对 中国发展的太快了 有这个感觉 但是你觉得这个 他这个车过来 但你觉得这个车是 是靠中国人自己开快的 还是靠一些美国人 帮助把他推快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美国 没有 我想问一下 就是 你觉得 因为好多 都是华尼美国人 然后包括在 亲人计划里边 你觉得如果 中美两国的 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个怀疑 他会不会 就是这个立场 他会怎么选 有些人是为了钱 他会做出损害 美国利益的事情 您听我说 在美国的华人 分为好几类 大概能分为七八类 但是其实有 一类 有类 他是回不去的 紧限前人计划 紧限前人计划是吗 对对对 我的范围 哎呀 我会认一下 就是呢 我认识很多 前人计划的教授 他们呢 首先在美国 取得学术上 很大成就 但是他们又是 那个八九十年代 出国的人 然后对中国 有一种爱国的 一种感情 这是也很容易 被理解的吧 然后他回国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但赚钱是一个事情 同时他也希望 中华民族 这个能取得一些 进步为了祖国 这个好嘛 大家在群里讨论 这件事情 我相信绝大多数内心 还是就是希望中国变好 我相信绝对没有人 就希望中国变不好 对吧 担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对对 你也会答我的问题 嗯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咋 那东西 那现在就不得不上选一了呗 那怎么办呢 那就有的人就 你如果想彻底回国 那就像那个饶意 那些人就彻底 就放弃美国这一切了 然后就回中国 然后你要是说 你还想在美国 那你就别回国了 对吧 我个人觉得 美国的FBI 做的稍微有点过 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教授学者呢 实际上他们 不是个什么间谍 或者是纯粹的 就是为了害美国利益 他们其实想法 就我觉得 我认识大部分都很单纯 就是想让中国好 就或者希望自己国家要好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 然后他也没想什么间谍 什么两头战 这种事情 当然回国有些好处 他也很开心 那现在美国就把他们当成一个 就是一样间谍一样 或者说当成一个 美国的 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 一个危险人物来对待 我觉得会让这些人 就是反正就不太好吧 但是现在政治发展到这种情况 又没有办法 所以就 因为美国要限制中国的科技 所以你这些 那你现在 那美国才觉得办法 就可能就极端了 又类似于这种 这个麦肯锡主义了 那可能会伤害 那我理解 我觉得那是不可避典的 拜登在近期的新闻上 说得很清楚了 美国是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的 这就是他的国家利益啊 对 我觉得这个楼有点歪啊 那个这个房间 你说 对对对对 安踏里宁 安踏里宁 对 你知道他不愿意 说一句吧 能不能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 先停停停停停 一个是我们人比较多了 另外就是说 以前可以结束的自由讨论 下面已经上了好几个新的小伙伴 我们让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权利发点言 好吧 不愿意 好 对 对 我也请发个言吧 对 我有请问你 本来是要问的 这个主题观念是不大 因为正好看到 还有这几个 就是在海外的 阿华国人 我其实是很有些事情 想要咨询一下的 我简短的说完 因为就是 这个二爷 还有这个 之前在很多房间 大家就是觉得 你是一个小粉红 但我可能 觉得这个定义不太准确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说 没有冒犯的意思 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就是我看到各位 好像都是在海外生活 然后又 非常爱中国 然后我也是一个 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然后 我当然我也爱祖国 因为那是我的 主席国 对吧 然后生长的地方 就像爱自己的家乡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 不太能 不太能理解的 就是 或者说 我的疑惑 就是 为什么 你们在海外生活 就是 在我看来 已经用脚投票了 为什么还要 就是 觉得 中国会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 这种 我知道 我慢慢问完 我刚才说了我没有恶意 就是我想我说 为什么 已经用脚投票了以后 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 因为你在选择哪个地方 国家生活 其实是个二元态的选择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尽快问完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以后会考虑回国发展 或者戴士党的契机力 我仅仅是好奇 没有攻击任何人 任何意思 谢谢 您好 蓝色先生 您刚才提到我了 我先给您请安 然后我给 我回答 我试着回答一下您的 我才输血险 但是我试着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我父母那一辈 就是公牌留学出国的 那会儿 国家没有钱 然后是公牌留学出国 然后在国外学习 读书 工作 实习什么的 然后再回国了 他们现在都在北京 我是高一的时候出的国 高一高中毕业出的国 然后在国外读的 高中大学工作 我现在打算打完疫苗 是回北京的 我认为就是说 首先我不是小粉红 我不是共产党 我也不是反贼 我也不建议您以后 在任何场合 给任何人贴标签 我认为在座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这个资格 您更没有这个权利 就像以前在学校时 你天天见着一个 身材魁梧的人 指他说胖了胖了 您迟早要被开除的 对不对 而且小粉红的定义 据我所知 根据VIGPDI 说他是说 现在的红卫兵 说他们的主张都是 我跟我说的是 别人认为您是小粉红 他也没接受 不好意思 对对对 我没有 我是觉得 我是不赞成贴标签的 就互相尊重 然后我以后也是要回国的 我觉得 我已经报名 参加了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 如果我有幸能选上的话 欢迎大家去北京 我会热情的为大家服务的 谢谢大家 明白 非常好 等一下 我们按一下卖血 稍等一下 先让凯哥发言一下 我们现在人太多了 按卖血 凯哥先开始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楼有点 所以我还是回到 咱们这个房间的主题 如果看待 2020年安踏 净利润超越阿迪达斯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事特别好玩 为什么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阿迪达斯这个品牌 阿迪达斯这个品牌 其实它的源头叫做一个 叫达斯勒的品牌 什么意思呢 这个达斯勒品牌是一个德国品牌 而这个达斯勒这个品牌 其实是当时是被 纳西斯给推广起来的 可能大家忘了 就是以前纳粹德国 其实是办了一次奥运会的 纳粹德国办一次奥运会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说很多国家 比如说咱们今天 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beacon 那个美国是拒绝残材了 然后呢 为了这个让这个 德国的莫迪黑奥运会能够 不是莫迪黑奥运会 为了让当时纳粹德国的奥运会 能够发展起来的话 实际上是 德国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推广工作 包括把达斯勒这个品牌 给它推广成 给它用钱给砸成一个 就是世界性的美品牌 当然了这个 这个不是特别的成功 可是呢 这个达斯勒这个品牌 一开始 是个小品牌 然后是靠一段 就是很 很有问题的 或者说很不光彩的历史 然后呢 慢慢发展起来 然后后来吧 达斯勒是分家了 分家成咱们今天所熟知的 Puma这个品牌 和这个 阿迪达斯这个品牌 那么这俩品牌 大家从今天看的话 我们去商店 还会买Puma吗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打 但是其实当时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阿迪达斯就被Puma 给它去打了 这个品牌的历史 并不特别长 但是阿迪达斯这个品牌 一开始 它虽然是一段 不是特别光彩的历史 然后呢 试图的就是这个 达斯勒家族的人 其实是试图的 花了很多努力 为它洗白 所以说这个挺逗的 就我觉得大家呢 要看看历史 就是说这些 这些品牌发展起来的话 其实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 非纯商业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说第一 我觉得这个阿迪达斯 是有一定的历史 第二 我觉得这个 安踏的进入 超越阿迪达斯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 因为一旦品牌 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其实背后的因素 也是蛮多的 而且时间也蛮长的 这个积累蛮多的 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品牌就是品牌 然后商业就是商业 没有必要过度政治化 但是呢 你要说我个人的话 我还真的买安踏 我没有买到安踏 因为我 但是我认识谁 我认识孔定辉 他曾经为安踏代赢过 因为当时 中国军方球队来英国 那我是绝对 为中国军方球队加油啊 那我当然是 中国军方球队 1997年在曼城的 这个志愿民运翻译 我觉得这帮人真的很棒 那很遗憾的是 我一直在英国生活 就没有什么机会 去买安踏球鞋 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 如果现在我有机会 去买安踏球鞋 或者国内的其他品牌 我一定会看看 而且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 这个这个企业的这个 这个 value 还有这个质量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至于这个 国产体育品牌 超越国际品牌 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那我觉得太多了 但是呢 我并不是这个鞋 这个品牌的一个专家 我这么多年买鞋 现在我基本上买的 全是高尔夫鞋 我只买一个品牌 叫Echo 因为那个Echo的鞋 不知道为什么 我穿上去 就特别舒服 就是了解 但是我觉得 这巴基达斯 这个品牌 背后的一些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挺值得思考的 暂时说完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很多品牌 你要发家史 都是很不广彩的 大众汽车也是 当时纳粹推广出来的 还有日本的很多财团 三顶 都是参与过 很多军国主义的这些发家的 就不知道 他发家过程中 参与过很多对外侵略的过程 所以这不是一个 非常少见的事情 所以尤其德国的很多品牌 包括发动机 汽车工业 当年都是 那你在纳粹那个时代 你不跟纳粹合作 那你在德国能生存下去吗 所以就他们不广彩的历史 这是个我觉得 很普遍的事情 那个安踏的话 它这一个品牌 它就是最大的销售 占比是在中国吗 就是如果在国外 在份额大约 就是占比多少 安踏目前收购了很多国际品牌 包括十足鸟和飞乐 或者这些大的品牌 对就很多 我不知道它整个的portfolio 大概有多少国际品牌 所以它的利润会包括飞乐 或是它收购的那些品牌吗 对啊 它收购它全球 所以它肯定会要包括很多 你不知道的一些国际品牌 都在它的 因为我想说 纯粹安踏的话 因为现在鞋子 它也 这些运动品牌也是一个 不只是说运动的机能 还是一个超人性的代表 就如果说有国际 一线大牌明星去 代言安踏的话 我觉得就 安踏真的很有机会 要上国际 但是 你说净利润去超越爱迪达 如果是纯粹安踏这个品牌的话 但是刚听到它说 就是还有起下收购很多品牌 那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中国出海的比较成功的品牌 就是像之前华为啊 但是现在就被打压 现在就不行了 还有包括大疆 大疆对大疆 Insta360 就因为我喜欢极限运动 现在基本上 Insta360 它的运动相机 至少在我们喜欢运动相机的人的圈子里 它是要超越GoPro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小米 小米也很棒 小米好像国际化水准 就它并没有那么好吧 它性价比非常高 我觉得那个咱们还是 既然不歪楼啊 那个Aaron美女 那个因为咱们还是先谈那个安踏 谈的这个鞋 就是我觉得刚才就是大家讨论的一点 我觉得挺重要 就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特别喜欢 就是关于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 这个中国特性 有多少 我觉得首先要注意的 是安踏 它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进疆的小厂 完了以后 90年还是91年 刚刚成立的 基本上就30年的功夫 它现在真正意义上 它是发展成一个国际大品牌了 安踏作为一个品牌来讲的话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品牌 叫Brand Finance Brand Finance 2019年全球最具有价值的服饰品牌 50枪名单里边 安踏可是当时就排名第三了 Brand Finance Pero 50 2019 安踏排名第三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而且也是中国服饰品牌中第一名 这里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安踏实际室 它在研发方面的话 它是很了不起的 本土品牌中 安踏首先成立科学运动实验室 它的五大设计中心里边 它是在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香港 和中国内地 所以它有很多的 这个国际化背景的研发实际人才 然后这个我觉得 跟它背后的 这个收购 很多国际的品牌 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安踏收购 国际品牌 它并非是下收购 它是有自己的思路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首先要看这个公司 真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里边 我觉得国产品牌 超越国际品牌 需要做出哪些努力的话 其实安踏的很多努力 它是非常非常牛的 这是真正的国际化 我觉得其实 不去超越这个服饰 就光看安踏公司 有很多值得挖掘 我想 补充一个数据 就是 我补充一个数据 就是 目前中国市场耐克 是23%的战友率 阿迪是15% 安踏13% 那 第二名和第三名 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想 就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讲一下吧 就是至少我在加拿大的生活 我觉得安踏 它现在就产品 还没有布局到海外 是不是 就是我在这 反正是看不到 有安踏鞋 从个网上之外 就实体店是买不到的 但是 如果大家说 那个比较成功的 几个出海的品牌 包括 安踏是 还有大江的话 就在海外 就 在那个苹果的网上商店 就可以买到 然后大江在这边 这个 白斯特拜啊 什么这些 还有包括 沃尔马特 可能都有卖的 就是安踏 就是在海外 我好像它实体店 是不是没有布局 你说是加拿大 不是海外 那现在在哪个地方 能买到安踏 很多品牌的话 可能你还不太清楚 我觉得你可以 在网上查一下安踏 那您知道 在那有卖的 您您给我直接说 就行个呗 我干的话 跟你直接说 你再网上去查 一百四十八十八十七 这个就要 这个要 至少我是没有看到安踏 我没有见过 我就问一下问题 你也不行了 您可以查一下 那你就说呗 你知道你就说呗 你不懂 我说一下 就是安踏 因为它收购 很多国际品牌 你可以查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 也不是就说专业 就是说安踏 所有的品牌 都能囊括的 但是就说 它有一些国际品牌 肯定是在各个国家 都有这个分销 和那个卖 出售的 那不光是安踏 本身这个品牌的 这个销售 我顺便请一下 就是说到安踏 这个品牌 不管它国际推广怎么样 但是最近亚马逊 有一条规定 就是它全部下架 好像新疆的名产品 还是中国的纺织品 好像亚马逊全部下架 如果这样的话 安踏作为 亚马逊作为很大的一个销售平台 这样的话会对中国的好多产品 产生一个影响 包括安踏如果在亚马逊卖的话 它这个品牌推广也会有问题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肯哥 举了一个例子 其实安踏我认为它和华为的路子是差不多 因为研发中心什么收购品牌 都在海外 而且它也不错 但是你看华为现在的结果 照这样的逻辑 如果安踏在政治上战队有问题的话 安踏也会面临跟华为同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国际化 或者推广海外这个东西 我对它的前景不太乐观 好 谢谢 你是说安踏要遵守这个BCI的 这个赖发高指导吗 安踏不是太粗了吗 可以说一下 那个亚马逊 你想想其他人都在BCI框架里头玩 他不玩了 大家还会跟他玩吗 就我所知那个亚马逊好像没有全部下架 是部分下架 我们让庄宁说一下 然后我就说一下 这个我觉得 就是我搜一下这个标题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新闻 关于这个安踏经历论超过阿迪达斯 但是我觉得这个标题很大程度上 也是一个新闻的一个标题 标题党的一个噱头 说实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里边的报道 基本上是因为在去年哈迪达斯的净利润 基本上是下降了77% 然后他这个净利润其实下降了77% 然后他在我看去年的二季度 甚至他的这个门店一度是大概有90%左右都是关闭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典型的现象 因为这个疫情问题 所以我再查了一下这个2018年左右的这个净利润 其实按照如果按照2018年2019年的这个趋势的话 基本上阿迪达斯的这个净利润呢 是这个在是安踏的这个两倍左右 所以呢根据他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其实说安踏的他这个其实超越的能力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然后呢当然他这个报告里说安踏的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和耐克呢 他其实有很多这个增长是来源于中国市场 然后他们有很大的这个潜力 然后另一方面的是他的这个全球全球市场 其实主要也是这个北美啊 是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根据地 然后呢他一方面的增长点就是一个线上的销售 然后另一方面是中国市场的开拓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不是说国产品牌这个 他本身可能自己其实竞争力还是比较有限的 只不过是借着这个疫情的影响 因为国内的这个率先比较因为脱离这个 就是疫情的恢复 然后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销售市场 但就是说一切恢复了以后 他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个样子 我就不确定 而且同时包括这个BCI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BCI其实在国外 也没有就是说脱离了一个政治问题来说 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个国际市场来说呢 他的消费者会任何一个这种商业的这个ethnic的这个问题 商业道德的这个问题 他可能就是当然也有人觉得他们是被忽悠了怎么样 但他们很多会选择一个这样的就是更环保的 更有道德的一个这个组织背书的一个企业 那么安太既然他退出的话 那只能说他自己就阻断了自己的海外市场 那他只能深耕国内市场 而像那个耐克和阿迪达斯 他不管是在这个国际赛事 还是其他什么上面 他都是两个巨头的主导 包括世界杯啊什么的 其实安太我觉得国产品牌 其实他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融入打入海外市场扩展的话 那么你就要肯定会受到这些某些这种协议啊 或者是某些这种组织 他你你是要加入还不加入 你不加入的话 对吧 你就只能做国内市场 那么你加入的话 在政治问题上你要选择战变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很尴尬 对我觉得跟华为有点类似 那个我可以说一下吗 就是就标题的细节 他说就是安太超越国际品牌 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国际品牌像凡君耐克或是爱迪达 本身吧 他们本身广告费 或者是说他们联名名牌 这些的影响力上巨大 所以让他们本身欧美 有产出非常多的国际的明星 就是在世界上 所有人都为之熟悉 那如果说安太本身 他想要就是在曝光度提高 或者是说要聘请国际一些明星 这是一个困难点 那如果说他不要 他没办法让欧美明星去 愿意为安太做代言的话 那是否中国自己本身的艺术 或是娱乐圈本身要具有一定就是国际知名的人物去带动他的曝光 就等于是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国的好莱坞 然后可以产出许多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明星 然后来带动国内许多的平台 我回应一下你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存在 就是怎么说呢 他花钱请明星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他花钱收购企业 他都可以做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关键是他在这个新疆棉花 这个人权和强制劳动的问题上 他站的立场站错了的话 外国明星会不会给他代言 这样的话是非常有损形象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即便花钱 他也请不到一些顺量足够的明星去他代言 关键不是说是他的做法 实际上从本质上 从根上 他这个就是要国际化 很顺利的国际化的话 这个情况他是有血统上的差 就是有缺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这 谢谢 我觉得你说错了一个地方 你说错了一个地方 这些品牌他们 为什么很多人会去买年轻人会去买单 就是因为有很多国际巨星 所以我说如果说他们 按他没办法让那些欧美的巨星去为他做代言 或是穿上他去拍个照或什么之类的话 那是不是如果真的想要超越 那就是中国的娱乐圈或是艺术圈 可能要有所发展 我是这个思路 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顺序 我不同意 谢谢 你刚才说的那个 因为像是韩国 他们也是靠着K-pop影响力 去带动非常非常多的观光 或是说各种周边演艺的收入在韩国 所以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不对的思路 就我自己个人比较年轻人的角度 不是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大家没进来这个群之前 我们已经有分享过 现在此时此刻 所有全中国的明星 已经开始改换国潮的品牌来作为穿戴 所以我们之前有嘉宾分享过 有可能此时此刻 就是阿迪达斯和Nike 在中国最高光的时刻 就是未来会逐渐走向一个稍微的衰退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迹象 仅限于中国了 就是目前未来中国的明星 也不会再使用 Nike和阿迪达斯的这个穿戴 对 但是中国的明星 它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按它再怎么让国内的明星去代言 那也只限于国内具有影响力 是吗 你好 艾文女士 是这样的 您刚刚举到韩国的例子 其实我也想到了一个韩国的例子 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韩国的法律 是国家禁止进口车的 整个国家的进口车 不管是奔驰 还是当时很流行的那些 就是不到十辆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滚 国民他们没有办法 需要买车 全部都是支持 像大禹 企业 现代 等这些韩国的汽车 所以您看看现在 当现在韩国政策是翻开了 可以进口车 但是您看看现在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它的造的汽车 也没有在美国的马路上跑 但是美国马路上跑很多韩国车的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可以先问一个 咱们这个LOOM的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们 首先就是想 想要一切地问一下 就是你们的主张 是新疆边这个事件 本身是否定性了 就是我们新疆这边 有非法劳工 有人权问题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这个是我后续的发言的一个逻辑的起点 我想问一下 是啊 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中国都是法西斯 不在乎 但是我的观点是不同的 这个没有 好了 你不能代表 那个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你的立场了 首先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首先这个新疆边事件 它本身的人权问题也好 那个非法劳工什么的问题 这个是至少在我们国家 包括在很多这个官媒情况 包括在联合国都没有定性 都没有定性 这是一个人权事件 有存在非法劳工 有什么人权 这些事情的 这是目前一个前提 那么安踏的国产品牌 退出这样的一个 BCR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声明 它的逻辑是什么 它逻辑就是 诬陷 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要退出 那么这个前提 它不具备 说它因为站在人权 这么 人权 就是不重视人权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前提的 所以它退出 我觉得它对未来的 这个国际化之路 它其实不会有太特别 我听不下去了 这是前提 你先听让我说完好吧 让我先听说完 你说人权这个事情 你有争论 你先等一下再争论 第二个 什么叫国际化 如果阿迪达斯 如果这些品牌 不进入中国 它只存在西方 OK它也是国际化 它因为跨国叫做国际化 按它如果说非洲 在东南亚 在其他国家也有销售 它能不能叫国际化呢 也可以叫国家 只不过市场份额 少了一点而已 对吧 我另外 就是说品牌形象 是可以建设的 品牌形象 市场也可以渗透的 慢慢来嘛 汽水长流 怕什么 我发言完毕 这个是我刚才不好意思打顿 我为什么说听不下去 您不要说什么是前提 什么不是前提 您有点太混淆 视听黑白颠倒了 您有什么权利在这里 做人权教师业 我想说说 您知道什么是人权吗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资料 我对现在就是 clubhouse上的一股声音 就是老是说 新疆棉事件 就是我们中国的体制不好 什么不好 什么样出现 那你们真正有去新疆看过吗 你真正了解过 这样一个事情的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你怎么像王毅复生 你知道吗 你去新疆看过吗 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去过 我去过 对啊 然后你说呢 你说是假的 是吧 你去过新疆每个地方吗 你去新疆摘过棉花吗 那你反问我也很好 就感谢你反问我 那我想问一下 你去过吗 我说我去过了 你去过吗 我去过新疆 但是我没去新疆摘过棉花 我也不知道 那你去过这个事情是真正的 还是假的 你告诉我 我不跟你讲这个 就是这样的说法 你如果 没有没有 你听我说 你听我的话说完 你听我的话说完行吗 你不要打断我 我说如果你认为 新疆所有发生事情是假的 那可以 我也承认是假的 那让大家去看 你不要跟着什么国保警察 你让我到处走走 你让我问问每个人 让我自由地去问一下每个人 然后让每个人 真实地告诉我发生的情况 有人敢这样做吗 有人敢让这些人这样做吗 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说了不算吗 那我 我其实不屑 但是我想听他的说 而且今天都是自由行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疫情结束之后 你就去看 新疆并不是自由行 对 您作为一个中国人 千万不要认为 其他14亿中国人都傻子 也不要认为中央的决策者 决策者都是傻子 不要这么认为 除了习近平本人 因为他是 因为初中没有毕业嘛 的确是 这方面认知 好了 不是 我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决策的决策 我刚才已经发好 细讯出来 来来 大家一个一个 人权问题 大家一个一个来 对 你先听我说 我刚才已经发表过我的原因了 你们的争论也好 你们的主张 因为你们主张是有偏差的 那么我的主张就是 我刚才已经发了 首先人权问题 与新疆棉这个背后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没有国际定性的 联合国这边也没有定性 那么关于说安踏这个国产品牌 能否超越国际化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时间的流失 它的市场份额 肯定会有一些 可以去拓展的地方 我觉得不用的 不会特别担心 这是我的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我特别讨厌在你面前背书 您知道吗 新疆建立这个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它是属于学校性质 新疆不存在什么人权 侵犯 不存在这些 它为什么 怎么就没有和国际接轨 它和英国设立的转化和脱离项目 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 没有本质区别 它是预防性反恐 和去极端化的探索 知道了吧 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哎我的妈呀 但是这个新疆棉 你非法劳工什么的 这些东西定性了没有了 我问你 哪来的非法劳工 您把头像改一改 我看看 天哪 别说了 行吗 说点别的 说点跟咱们主题相关的好不好 楼歪的都太大了 看我对于新疆 比较更多实质性 直接的一些报道 是源自于BBC 它有一些访问 所以我想问一下 BBC他们都是请了演员 在BBC这个国际媒体上面 去表演和说什么吗 可以 全是演员 全是演员 我就是演员 我可以回一下吗 就是关于BBC上面的一些报道 那我回答一下 我回答一下 就是您看的BBC的报道 是说这些slavery的 这个叫什么 false label 是在采棉花的这个报道 是不是 有比较几年前的是 可能他们被 就是他们说的培训中心 有被撕虐或是常见的部分 还有求进 然后最近的棉花 好像有出了一个新的 是说 对对对 OK 那我们把它分开看 几年前的那个 我们现在就把它先放下 因为那个东西我没看到 那么我不能说它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先neutral一下 那这个的话我就想问你 你能不能confirm你 就是你能不能confirm我 就是说你看到的确实是false label 是采棉花这个事情 他是只有去访问 因为现在中国 他并不开放国外记者 去内部实地考察 所以他只能透过 他们就是访问 就是离开 然后他们有些亲身经历的人的访问 去做一个描述 但是他们因为中国没有开放 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实地的报道 所以好像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些人是BBC 他们请的演员 然后编造的一些 那我没有说 我只是给你check in fact 对对对 了解了解 我只是给你check in fact 因为你看到的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跟您 我就想问您 就是您刚才讲的 就是这些采访 就是他们是亲身经历 所以他们是不是说 我被Force去采棉花 我就想知道这一个 其实我等一下回你 我想问这个 没有我就想问这个 就是说Arene 你可不可以给我confirm 我被Force去采棉花 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一个 就interview里面 他们说出来 还是说 他们说我被Force label 做别的事情 我想知道这个 还是你要先去看一下之后 再来回答 没有啊 因为你看到 你给我复述一下就可以了 我我就 因为我可以后面去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只是大约看一下 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去看 因为我就是大约看一下 播放的时候 我顺带看一下留言 所以我对这个报道 我是持怀疑的 我并不是有什么意思 好吗 因为也有可能 所以我想问你们的意见 其实Arene 我们就是想要 那个2月7月2日 这个中心思想 您看到的 就是您看完 就是您 您看到的里面的维吾尔族人 总有subtitle吧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说 我们被强制去摘这些棉花 我相信明姐刚才那个意思是 他想问您 这是这个问题 回答了 他回答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没有confirm 就是说这些的interview是说 我被Force去摘棉花 这个事情 当然我也知道 现在目前外面有这些报道 说是说 有这个interview 或者说有documentary 或者有interview 说我就说 这个是因为有人被Force去摘棉花 但这个是我没有看到 那么我可以去学习说 是不是有Force label 做别的事情 这个是我不能confirm 所以我不能denive 但是作为我们现在的主题 讲的这个棉花事件的话 那么我想说 我把这两件事情分开 就是不要打倒一切 也不要说 因为他Force干别的 所以他就Force去摘棉花 我看了一下了 好你讲 我重新去看了 我试试一下吧 好谢谢 他说的大概意思 我没办法完全的解决 他说 他说这个人是他妈妈 他现在这个儿子人在海外 他说他妈妈被迫去摘采棉花 他说这好像是他的义务 他害怕如果不去摘采会被抓起来 被抓去监狱关起来 还是大约是这么一个描述 就是 OK 下面是BBC记者 他拿着手机 然后 通话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们可以 也去看一下 这样子 也是好像三十年前的新闻吧 好 谢谢 那我想说一下 就是他这个的 他首先证实了一点 就是说 他妈妈去被 被迫采棉花 但这个 这个说法 就是说 他背部去采棉花 跟现在目前他们 frame的 就是在 concentration camp里面 去强迫这些 concentration camp里的人 去采棉花 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 不是同一个事实 对不对 你讲人生英文单词 我没听懂 可不可以用这种文字 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讲的 就是说 他们把这个 所谓这个集中培训的 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讲的是说 他们在这个集中培训的地方 强迫他们强制劳动 去采棉花 那他刚才讲的 那个数数的是 他妈妈在 没有在那里面 而是说 他妈妈被别人逼的 去采棉花 但他没有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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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被政府官员 强迫 OK 好 好 好 我想 差不多一样 那个 那个 这个题目说 新疆民事件 只是这个背景 我们这个楼不要外 就是说我们 不在这纠缠 这个新疆年的 这个事件的本身 当然 我很理解 每个speaker都有自己的观点 你可以阐述你对这件事的观点 但我们不就这个而纠缠 我们的主题是 这个 安塔和阿迪达斯 国产品牌 是否能够超越 这个阿迪的这个问题 好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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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人 一直提到说 因为 就是他们认为 这件事情 还没有定性 且有被报道出来 所以就是大家 就是好像 一方会迟说 没有这件事 的人说 它不会影响 它国外的拓展 可是一方面 有些人会因为 这件事情 去影响品牌的形象 所以 它不会拓展国际 所以这件事的真或假 确实是影响到 因为你的屏幕命题 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 其实我情绪有点激动 就是 然后 这个 说的比较过激 因为我 发言之前 也是问了一个 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很多 说 可能 他 说一些经济问题 但其实 在聊 这个政治话题 那么 所以 我就 有点 有点 生气 因为作为中国人 有些时候 包括自己 刚才有个 说 问我有没有去过新疆 其实我是去过的 我还骑自行车去的 我骑过什么地方 我骑过西藏 我从我老家骑到西藏 然后从西藏 骑到新疆 新疆是走的是新藏线 这一路骑过去 一路的风土人群 我都是感受过的 那我骑的时间是什么呢 我是15年去的 15年 我12年 是去了西藏 15年从西藏 我坐到西藏 然后在那边买了一辆 二车自行车 就到新疆 因为那个新藏线 它这条路 它就笔直了 其实也没什么风景 所以我当时呢 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 有一个遗憾 那么后来就想 再骑着走一次 走到了新疆 这次我新疆转一下 然后坐飞机回来的 所以我的感受呢 包括现在国内的 国际上对于中国的 这种舆论也好 这种围交也好 有很多的政治原因 导致了这个新疆问题 逐渐的放大 但是它这个背景 它有些时候不是事实的 对吧 包括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都可以去新疆 包括现在国家都邀请 国外的这些媒体去 但他们为什么 比方说之前 欧洲自在中国 我们中国还要求欧洲去的 但欧洲为什么不去呢 包括对吧 就有些政治考量的 第二个刚才有朋友说 记者不让你去 那你要想BBC 武汉的那个纪录片 就是全程没有跟踪的 对吧 它拍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它这边 都有政治考量的 在里面 对吧 电脑黑白 那有些时候 国家怎么办 我问大家 然后我刚才 这个话题我也不想再去延长了 就是关于这个品牌的这个问题 我其实刚才 我的观点就很简单了 就是说按它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主营 主要是我们国产的这么一个市场 国内的一个市场为主的一个品牌 但它其实也是会辐射 其他的低端的一些市场 非洲啊 东南亚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只能说 我觉得只能说是它目前来说 它的市场 国际市场份额是比较小的 那最终你要想 这些所谓的你们 所谓西方的所谓的国际品牌 大品牌 甚至很多年的安泰 那个那个阿吉达斯 也好 这样的运动品牌 那么它如果想象一下 它如果真的是少了中国 这么是西人口的市场之后 它的国际影响力 真的会如大家所预感 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吗 我觉得也是存在很多疑问的 那我这就是我的 整个发言 谢谢 我可以30秒回应一下吗 我觉得在中国内地的人 如果去新疆 可能会稍微有点自由 但是如果是境外的人去新疆 并不是你想自由进去新疆 就能够自由进去新疆的 然后我再提一件事情 纳粹党什么时候开始建立 犹太人的集中营 是在1933年 反法西斯的同盟国 何时找到纳粹建立集中营 屠杀犹太人的证据 是在1945年的1月 苏联的红军进入了波兰之后 才证实了集中营的存在 那在1933年到1945年 慢慢打断一下 您现在的跟论题 我问请围绕论题 好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